中止值 OK,那这边的话呢,最后记得再加一个冒号,刮五 OK,好,那刚刚1238呢 本来是一个整数的,现在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呢 就是当使用者填入一些资料的时候 他就会把那个值带过来 然后来看一下这地方 那执行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按钮 或者是说直接在开发人员里面的聚集 我先把旧的资料先删除好了 离开掉 特别注意,这一体有个陷阱 就是这边一定要有1 你如果没有1的话,它没有办法填 没有办法填 OK,这个一定要有 好,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执行 执行之后呢,因为程式执行到第二行的时候 会有一个input box会跳出来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输入1238 当我输入1238的时候呢 这个值就会带到刚刚的input box那个地方 OK,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边呢,它会自动帮我循序的到1238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直接修改这个具体 修改具体 从这个地方编辑 那一般呢,这个地方 除了我们这样撰写之外 不过通常呢 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写啦 通常呢,我们会 先产生一个变数 然后呢,把这个变数啊 一般其实我们会这样撰写啦 如果说我们要写的话 通常会在这上面哦 直接按一个Enter 顺便讲一下 一般呢,会产生一个变数叫X X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input box 这边input box X等于这一串 我先把它剪下来 X等于这个input box 把这一串哦 通常我们在撰写的时候 通常会直接哦 在这边 把input box的值怎么样 先丢给这个X 然后呢,再把X呢 丢到这边来 让他做一个存取 就是先丢给他 他再丢过来 一般会这样子来做 那不过呢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书上是直接写 直接的方法 那两种方式 各位都可以试试看哦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